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醒天气真的要变了 今天虽然有点太阳 可是我们一直被天气骗了 天气高出我们昨天就会开始冷 其实今天上午有一点点闷热 但是下午样子就是要变了 那小总还是提醒你 不要觉得说有点热 出去就舒服了 因为接下来后天就要开始放假了 那我其实非常 就是我们很多听众都是长辈 那我们听很多节目非常投入 或者你非常有参议感 但是千万不要发生像有人 韩魂去控制黄光琴 这种事情 我自己的感觉那是假韩魂 因为韩魂的声浪太高 很多人就借着我也加入韩魂 你知道民进党力赢的人最喜欢搞这一套 然后进去就开始 用韩魂的声音去攻击一些 一些譬如说韩魂的支持者 或者对韩魂比较友善的媒体 或者这些人 然后人呢就觉得 讨厌韩魂 然后就开始讨厌韩魂 然后就开始讨厌韩魂 民党很擅长用这一招 各位朋友 不要被那些人骗了 你很投入很狂热 你希望韩魂选总统 没问题 只要韩魂去领表 愿意参选 那就是他啦 问题他不愿意表态啊 那他不愿意表态有什么办 所以党中央你应该去征召他 我去征召他 现在有人去 现在有人要去登记了 人家有登记的人 当然先保障先优先啊 你进了一个公司在招考 人家已经来报名 缴了报名会 然后你说你们来考的 我通通不录取 我喜欢众议外面那个 问其外面那个人 他又没意愿 那你这什么公司啊 烂公司嘛对不对 不公平嘛 一样啊 各位朋友 很多朋友很投入 狂热都没问题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三重三合夜市 昨天晚上几报 其实我早就知道会这样 我前两天跟郑世伟讲 郑世伟是国民党提名的 他的对手是一天 那民进党现在说 哇好像一天如果没有赢 台湾就会被并蹲 这笑死人了 这种毫无逻辑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过去一天 曾经在这个地方当选过一次 民国九十七年 马航九第一次当总统 那时候一天也很危险 他的对手叫朱进晓 后来呢 中国时报前例相挺一先 每天报 哇李亚平好像 已经身体已经怎么样了 每天做头版哇 大家就开始同情你知道吗 那时候的中国时报 哇把李亚平 抱了一天如果没有当选 好像李亚平就随时要怎么样了 每天就头版 祝愿哇怎么样打点滴 哇已经快怎么样了 那种悲情白衣吹花 那次宜天本来不会当选 然后越来越做大搞到最后怎么样 高士蓬 贪污收钱 各位我讲就是个事实啊 所以三重还要给民进党嘛 我昨天看到寒冰到场 三合夜市整个疯狂 塞到已经没办法 摊伤也受影响 因为大家都来看人 你看人挤来挤去 没错人很多 人很多没高官啊 你知道高官台语叫什么 没有消费啦 给我挤那么多摊伤很多东西 甚至被你挤的东倒西歪 有些东西就 对不对 啊你不买 变成他有厌言 你知道吗 那本来正式为的用意 就是说我把寒冰带过来 大家想看寒冰想看蒋万安 其实主要是看寒冰啊 蒋万安 当然也很帅啊 但是其实最主要是要看寒冰 那看韩国瑜的女儿 然后 这样大家挤挤挤挤 那正式回来想说 我把三合夜市 你知道三重 是个很传统的地方 三重也是个很利的地方 那你看 大家就知道 哇三重有一个这么好吃的 好玩好吃的地方 如果寒冰 寒冰本来要去吃那家卖汤圆的 如果一吃的话 这照片一拍不得了 他变成一个朝圣圣地 变成一个打卡的圣地 那这就是用意嘛 我的用意就是 带来的商机 每个人都要来朝圣 那如果他来的时候 发现这家汤圆店挤爆了 那没关系先吃隔壁的 汤圆店下次再来 这个就是商机嘛 各位朋友 我们请想方设法 就像谢龙介 谢龙介 后天要投票了 我前例请他 各位 大家讲说 你主持人干嘛这样 因为那边被民进党 被民进党统治这么久了 民进党在那边当 市长 从已经二十几年了 从民国八十六年 然后一路 然后你可以看到 立委 台南县市合并 五习都是民进党 他有什么变化 他水果卖得好吗 榮烈大县又怎么样 施木仪 过去马上九十代卖得好 有契作 现在有吗 各位你可以看到 那一种荒凉的情况 你就是要靠人来代卖嘛 结果他们诬赖谢龙介 说谢龙介 哇 我们这个 马拉杜文旦 三十块一斤 三十块一斤 你还害死人啊 人家那一斤是 最少 四十二块到五十二块 结果你 民进党喊出 三十块一斤 以后盘商或谁要来买 你们一斤三十块啊 赖清德认证啊 你怎么办 你那 你那 你把人家 的东西把它喊得比较 贱价了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看到哦 为什么 大家对韩国瑜都没有兴趣 因为韩国瑜从商量以来 你就看到 两方面 第一方面 到处在卖东西 而且都卖出去 你知道马来西亚 那个最有钱的人 来的时候 那个人不是卖水果了 他是房地产什么什么大恩 他来的时候韩国瑜抱着他 你一定要帮我卖水果 那个人吓一跳 他是华人 吓一跳 我自己没有在经营水果 韩国瑜说 拜托拜托你一定要帮我卖 那个人说好 因为他认识 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卖水果 这些董事长他都认识啊 这些人当然没有他有钱啊 他打电话 高雄市长韩国瑜拜托我 那个你们 有没有办法 他想啊 台湾水果本来产品就很好啊 只要 供货 很稳定 我们绝对帮他卖啊 所以你看到了 那些什么 帮马汉将粉丝团 那些利盈的 那些支持者 每天在那边栽赃他 其实都栽赃不了 为什么 因为太抢手了 好的东西你要有好的代言人啊 三合夜市很多东西很好吃 你要有好的代言人啊 对不对 寒冰是最好代言人啊 夏天快到了 赶快开一家冰店叫寒冰啊 寒冰冰果市 不是 各位这就是商机啊 对不对 我讲喔 你有时候看 在台湾喔 真正要替老百姓做事的人 他有时候 他不一定会讲话 他不一定有花样 然后 他选不上 韩国瑜是选得上 又有办法 谢龙俊 谢龙俊 因为我认识他太久了 台湾唯一台语讲的比我好的 那你可以看到 他那个促销 你不要看谢龙俊 他讲说 哇 民进党过去每次都要用台语来检验别人 怎么样怎么样 碰到谢龙俊都讲不出话来 台语比他好太多了 我们所谓的台语其实是闽南话 这闽南话从哪里来 从钱州跟张州来 小董我的祖先是钱州 而我们中南部有些朋友是张州 那没关系 其实都是从福建来 那你看到喔 我们有很多传统的话 其实是闽南话 从金门从澎湖然后到台湾 然后当然他有些音会变嘛 很多人就说台语 其实台语的正确讲话就是闽南话 那在中国大陆讲闽南话的人 比整个台湾岛的人还多 当然多嘛 又到福建啊 但是我讲这个也没有贬损 就是说我们讲一个语言 本来就是一个语言 他就是个功绩嘛 啊谢龙俊 谢龙俊过去 在国民党 过去四年 过去五年 过去六年 他在国民党是很挺红秀柱的 各位你想说啊 是吗 是 红秀柱最有烂的时候 谢龙俊都在 所以我就很感佩 我讲喔 其实喔 在整个南京里面 大家的理念 比较接近 那 国民党里面可能有人说 啊你挺朱挺王 或者挺柱 或者挺柱 或什么都没关系 因为在国民党 他这里面 他主要的理念是一样的 那可能有些人的 行事风格 做法不太一样 但是 这个跟民进党或亲民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或者时代力量你也不一样 因为那就是独派嘛 那就是绿色的 你不要把他当做 当做他是你自己范围的一个人 那我讲这个喔 就是说 你看台湾的选举 台湾选举 现在越来越热是怎么样 因为他中间又穿插了补险 去年 1124选丸以后 今年又穿插了补险 这补险 前面两场 南京跟立京各赢一场 南京沈志伟 立京何志伟 大家可以看到了 等于说六个立委补险 险了两个 现在还四个 现在大家 对蔡英文很 反感 对民进党也不喜欢 可是 申立的那些人 他们的忧患意识就出来了喔 不能让国民党 整晚跑去 整晚都捧弃啊 所以他们现在集结 三重跟台湾 我们一定要 一定不能让国民党拿去 那维持什么 维持上次 你现在上次两席嘛 一篮一立 现在四席二篮二立 他们就希望这样嘛 但是 你看民党 现在做这些事情 大家看得出来吗 民党现在每天喔 都在讲啊 会被并吞 会被怎么样 那些都是假的啦 马英九在台湾 喔 我们整个 金马台澎啊 中华民国 执政八年 国民党在立法院里 过半数 我们有被并吞吗 我们条件最好时候 有被并吞吗 所以 你只要把这东西 拿出来的时候 民党其实 照讲应该哑口无言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垃圾的党嘛 他什么都能够讲 马英九在 前年啊 卸任 520卸任 各位可以看到 105年520卸任 然后 他打算七月初啊 要去香港演讲 蔡英文不给他去 蔡英文说 你卸任演手不准去 你会卸密 为什么这是一个垃圾党 因为就有垃圾组成啊 不要脸啊 国安团队就去垃圾 他说马英九去 会卸密 马英九520卸任 七月初要去香港 他说会卸密 因为香港就是 中国大陆 怎样怎样 就讲一堆理由 那马英九 当总统八年 104年 105年卸任嘛 104年 11月他跟习近平 在新加坡会变 两岸的领导人会变 他要卸密 他大可把 中华民国所有的机密 全部拷贝好 当面交给习近平 不是最好 那他当面 就习近平 跟习近平 会晤 他都没有交出卸密了 没有任何机密交出去 为什么 他卸任才一个都会 所以蔡英文就指控说 你会卸密 会卸密 因为 蔡英文这些人没信心 而且就是垃圾 不要脸到几点 马航九到香港 是谁要邀访他 香港的出版业啊 出版业包括 包括时代杂志 包括那些人 你知道马航九英文很好 他在那边可以谈笑风声 国际媒体一定会爆 马航九 然后你随便提问 我都可以谈一下风声 香港人对他又非常喜欢 因为他香港出身嘛 觉得说哎呀你看 华人世界有这么好的领袖 怎么样 又长得帅 我讲的是一个情况 我当然我 我对马航九的评价没有 没有像他们那些人这样看啊 但是他去一定受欢迎受到不得了 包括国际媒体 包括香港人 那去的话 蔡英文就被比下去了 对不对 蔡英文英文不好 国语不好 台语也不太会讲 讲客家话哩哩哩哩哩 我讲真的 我我不是 约于他哦 你看他就职当天 美国派一个贸易的副代表 来跟他谈话 结果他英文文化都讲错 小总英文不是很好啦 但是我一听都知道 他讲错他根本 烂得很 后来他只好用英文跟那个人道歉 说对不起哦 因为 我的语文不太好 我的英文不太 我的国语也不太好 那你什么好啊 这什么都不好啊 各位 然后 泰国的国王死了 蒲美红 他去那边 他把拼音也拼错 他把泰国拼错 泰国是泰人 那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其实 不是他每天吹牛这样 他很怕被马航九 在同样的情况下 比较 比较的话高下立判 最主要就是这个因素啦 各位真的就是这个因素 所以 我在讲哦 我要讲台湾的政治 各位朋友大家看 台湾政治哦 发现情况不对 他就开始打孔中孔共 他讲中国共产党都怎么样怎么样 哇台湾就会被并吞 会怎么样 你最简单道理 国民党执政八年 国民党立法院够半 有被并吞吗 甚至立法院马航九 第一居了 四分之三 南宁够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可以修改宪法了 那已经是最不得了的选票了 台湾有被并吞吗 台湾有被马航九跟他们的国民党出卖吗 他有最好机会他都没有卖了 他现在立法院 立法院他连三分之一席次都没有 他怎么卖啊 中央蔡英文在当总统怎么卖啊 各位朋友你今天看到 民党这些人 妖魔鬼怪 我真的讲 心事不正 然后每天就猜测别人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那他们执政到底在干嘛 他执政就想办法约钱 或者想办法 最好的位置 国家最好的位置 安插自己人 就好像我讲的台湾董事长 黄义珍 大家听都没听过 年终奖金 你每个人领薪之外 过年前还有一笔钱 叫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一百二十五万 台湾每年亏损 然后亏损了董事长赵亮明 为什么 因为闺蜜的先生 闺蜜叫张震雅 现在在哪里 在101当总经理 你只要看到这些 你都觉得 为什么可以这样 就像我昨天在讲 整个交通界 都是郑文燦的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昨天一个一个几例 各位朋友可以听我昨天在讲 我讲的是 每一个都信而有尊 都是真的东西 因为你自己也可以上网 你听过郭隆忠是谁吗 你听过陈忠毅是谁吗 你通通没听过 我告诉你都是 帮郑文燦 选上 桃园市长的前立委 所以你看到说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一家 滑航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这些职位都爽 连立法院都不用去备刑 因为他是华航投资的 华航光股也没有50% 华航董事长何阮仙 郑文燦的爱将 都罢工罢到这样了 对不对 过完年大家记得那一场二梦 到现在有人下台吗 有人负责吗 完全没有 这什么社会 民党要坚持要执政 民党要执政 所以执政就可以保障 他们自己的人 每个人拿到最好的 国家资源跟薪水 我讲这个 他们拿钱的人很开心 老百姓有嘛 所以你讲这个 有时候觉得很丧气 你知道吗 像小董我们在评论政治 我们评论这么多年了 你没有看到一群人这么贪婪 什么都敢要 我过去跑阿扁非常熟 跑到后面我看到他的贪污 越看越害怕 真的越看越害怕你知道吗 阿扁过去当立委时候不是这样 他是每天接壁 谁贪污谁怎么样 每天接壁 后来在立法院 你看阿扁 阿扁当立委是民国几年 78年当选 79年21号现世就职 然后81年当选 82年21号又现世就职 立委当选两次 各位 那个时候是什么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在立法院 席次四分之三 李登卫刚当总统 那时候所有的媒体 大家可以看 不分媒体 那时候电视台只有三台 不分所有媒体 票选 立法院谁是第一名立委 陈水扁 陈水扁是靠这个去当选 我是立法院国会记者 评选第一名的立委 他这样 因为他有故事啊 他每天我有怎么样 那时候国民党的明星是赵少康 在媒体官文都比不上他 因为阿扁每天抓弊 这个有故事性啊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讲真的情况就这样 所以他是靠这个 国会记者评显第一名 你看国会记者 他们的媒体老板 多数都是蓝营 照样评显陈水扁第一名 然后你 时代杂志来访问他 台湾最有影响力的人 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 百大 百大也不得了吧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全力抓住了以后 开始贪 什么东西都拿 就这样啊 你看到一个人 然后走下来 所以我现在看 阿扁每天还在评论 我真想跟他吐口水 因为我过去跟他太熟了 熟到什么 我们常自己 关在门里面聊 聊政治 聊什么 这样的机会非常多 你知道吗 很多人想 小总你为什么那么痛 跟阿扁 因为我们过去 虽然我不认同你的政治主张 但是你就看到一个人 怎么可以坏到这种地步 什么钱都要 然后现在被抓到还可以 不认罪 好像别人栽赃他 对不对 然后柯文哲 每天讲阿扁就是受到政治烟疫 就是被政治栽赃 柯文哲是什么东西啊 柯文哲讲陈水扁是被栽赃的 你知道吗 陈水扁坐牢是政治烟疫 你知道吗 柯文哲讲的 南京南陵很多人头脑不清楚 每天飘来投柯文哲 我讲喔 这些人脑袋不清楚 今天台湾会乱 立营要负很大责任 蓝营自己要负很大责任 很多人还崇拜柯文哲 柯文哲就是立油油的 然后 你可以看到 他们就觉得 如果没有韩国瑜 我就不投票 你不投票就算了 你是蓝营里面的垃圾 不用跟我讲大声 就垃圾啊 把台湾害成这样 然后每个人 哇好像自己都了不起 我看这些人 我其实很缓感 但是喔 我讲 政治 小总常得罪人我不怕 但你政治要清明 要大家一起来参与嘛 而且要理性的参与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下个礼拜一开始 我的节目 前场做直播 我们 小董说真话的节目 十二点到一点 那当然你如果没有赶上 没关系 你到YouTube 酒吧新闻台 就可以找到我了 那你只要订阅喔 以后 随时我有什么动向 我就通知你 主动通知你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方式啊 为什么突然这样 因为很多朋友说 哎呀你为什么只做一天 只有礼拜三 那当然我们开始 有些东西要客户 有些东西可能开始不稳定 就是像韩国瑜刚上任 有几个官员可能讲错话 韩国瑜自己也讲错话 会这样 因为刚上任嘛 刚上任 你有时候 买一部摩托车 或者买一部车子 你刚 开始那跑一跑 引擎还没有很顺 为什么没有很顺 它可能 那个机械齿轮跟齿轮之间 喔 那个东西还是 九十度的硬硬的 那你跑一跑以后 它就比较软了 喔 那一个政府 一个官员 刚开始 我们不会马上苛责啦 喔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你要 让他稍稍 熟悉一下 有的人可能熟悉 一两个礼拜就熟悉 有人可能要两三个月 那 我觉得这个 都还可以 那时候不要批评的太厉害 但是有时候 你看现在民进党 民党江山快丢了 他说我们剩一口气 民进党喔 一直不让台湾人喘气 然后说自己要一口气 给你们一口气 你们在干嘛 就像我讲的 每个人都分到最好的位置嘛 就是啊 这民进党 是个贪婪的党 贪婪到不得了 然后 贪污被抓了 讲话比你大声 你看陈水扁 对不对 他的支持者 你说 支持者 阿扁的儿子去选 招样高票当选啊 他贪污招样是这样啊 现在三重为什么在补险 因为阿扁的弟子 高志鹏 高志鹏我们叫他拉虚的啦 他是个律师 阿扁当台北市长 他当台北市党部主委 然后 你可以看到 他们是整个是一挂的 这个叫共犯结构 十二年法官不敢判 小董每天在节目上骂 我跟你讲啊 我跟他也不错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就事论事 你碰到贪污 没办法容忍啊 全世界没办法容忍 所以我每天骂到这些法官 那些法官 一直拖 一直不敢判 一直发为根审 贪污就贪污 还是什么发为根审 钱有没有到你口袋 有啊 高志鹏有啊 他自己也不否认啊 钱到他口袋了 然后判不下去 我有时候看这些法官 我看了就非常生气 你知道吗 只要我知道名字的法官 我都会指名道姓 真的很多法官很恨我 我非常清楚 但是没关系啊 大家就事论事嘛 现在全世界在变 你知道吗 小总从礼拜一 今天礼拜四 我礼拜一是不是开始讲波音 波音第一天骂 中国大陆说波音不准 回中国大陆 第二天骂 新加坡说不准回 第三天骂 欧盟 紐澳 所有国家不准美国的波音 在我们国家飞 川普本来还要 还想说 哎呀 波音是 一哥呢 航空界一哥 制造飞机他最大 各位如果对波音有兴趣 欢迎你去听 离拜一我在讲 因为我那天介绍波音 介绍的比较详细啊 波音跟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是法国的 我说你去西雅图 要怎么去波音公司玩 因为他在厂非常大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比鸡蛋还大 在里面坐飞机啊 那你可以买票 他要买票进去 他有人会导览 会参观 你可以 听小董 你回去听 离拜一小董在介绍这个 结果骂一骂 川普还想护航他 今天川普改国了 所有美国 美国所有的地方 不准飞波音 为什么 全世界犯状路 你还要包屁吗 现在已经不是美国讲话 就算话的时代 各位有没有看到 美国开始是想包屁 因为你想想看 这家航空公司 他的员工有多少万 然后他卖到世界赚多少钱 你随便买一架飞机 多少钱 你可以看看 所以 你发现了说 世界已经在变了 过去美国讲话 算话 谁都要富二他 现在没有了 现在很多东西都在变了 只有台湾民进党不变 照样贪污 照样想死爆美国大腿 各位你可以看到了 照样用高价买美国的金 美国的经济 我们要跟他买 一架多少 六十万 六十亿啊 笑死人了 好几倍的价格 有这个道理吗 台湾现在还像过去那么有钱吗 没有 台湾 现在的经济 民进党执政下 已经不这样了 过去马航九执政 民进党在立法院全力杯葛 所有东西都不准做 自由经济 示范机不准做 胡帽不准做 台湾现在经济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再有一些 新的龙头来带领台湾的企业 过去台湾 从蒋介石父子 梁蒋时代 我们有两波 很大的龙头带领台湾 对不对 大家都看到了嘛 一个是石化业 石化业上来以后 你看他塑胶啊 什么通通有了 王永庆他们通起来了 第二波电子业 你看电子业带的 你看到 鸿基 鸿海 台积电 你看到台湾就是靠这个 那你现在需要新一波的东西啊 没有新一波东西 那你说台湾要发展观光服务 那你需要胡帽 不要把他打死 因为不能让台湾人民 够好日子 为什么不能让台湾人民 够好日子 因为台湾人民如果够好日子 就是马航九的功劳啊 马航九他们推动胡帽啊 所以 人民好就是因为国民党自理的好啊 所以我不能让他好啊 我不能让他好 人民不好 然后很多年轻人就 好上去 现在很多人在叫说 尤其年轻人说 哎我们起心才多少多少 那是你自找了你知道吗 你没办法怪别人 因为 要帮你 把整个环境改造 把它弄得比较好的那些人 都被你们骂是台奸 你今天年轻人是没有资格讲 我为什么不好 你不好是你自找的啊 不 要创造好的条件的那些人 都漏险啊 都被你透气吐口水了 你现在怪谁 自己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薪水 你也救不了 一段事嘛 所以 民党嫌疾 他只要把中国大陆抬出来 很多年轻人就欺之落伍啊 我昨天喔 因为时间 不够啊 我昨天看了自由时报的头版 自由时报千万不要看 那看了你就变笨了 当然像我们这种 我们是因为工作需要嘛 昨天 他讲 大家知道 Twitter ABC Twitter就在我们 电台楼下 我每天 因为他员工很多 我每天幾乎都会跟他员工同电梯 后来他事业做大 就到我们对面 我们对面有一家 本来日本很有名电器店 很大喔 叫贝斯德 贝斯德 贝斯德啊 我 大概半年前我不讲 他导电了 根本没人飙嘛 后来 Twitter ABC就跟他买 Twitter就是家教啦 家庭教师 那你可以看喔 他做这么大 结果呢 自由时报 昨天报道什么 说这家公司有中资 那台湾有些人 台湾也有一些 英文教学的企业啊 他们去 因为你 你教学除了 在电视上教 或在网路上教 你还会有教材嘛 他们教材叫 Twitter什么什么 就被告啦 被告这当然是个民间的官司 自由时报做头版耶 有中资的背景的Twitter ABC 去告了台湾谁谁谁 哇 让你很生气啊 只要讲有中资 你就会生气 对不对 胡帽你要反对他 只要他跟中国大陆有关系 你就很生气啊 中国大陆无所不在 这就是时报今天的头条 腾信 哇你看要来了 5月要来 为什么要来 因为台湾嫌疾到了 所以他要仿造 啊 爱奇艺 大家知道爱奇艺 你在手机上追记 追大陆记 那是要付费的 在台湾 很多人都在看啊 他要跟我们正午注册 正午季节啊 季节他想 我要合完你都季节 我要缴税 你都季节 没关系 空中的东西 跟他 跟他定业 花钱跟他定业了一堆 因为爱奇艺那一批人 我都认识 都从我们TVBS过去的嘛 都是过去的老同事 比如说你熟悉的阿达 范利达就在那里啊 阿达 对不对 啊你可以看到 这么多人看 爱奇艺 政府不会还行啊 政府现在说 哎呀你看腾信 那腾信不得了了 大家 你到中国大陆 你知道什么叫腾信 什么叫今日头条吗 很多人搞不清楚 什么叫抖音吗 不清楚 那人家已经那 那已经不是一个 一个小小的媒体 或一个怎么样 我告诉你 那是一个山红爆发的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连自来水的 都不算了 我们这自来水漏了 在滴水那种 台湾的 那个 你要比照 就是比照这样而已 那他那种 声浪 那是山红爆发 那我讲这个 我也不是长他人自欺 妹自己威风 但是民进党很怕 自由时报 这种台独的报纸很怕 对不对 啊台湾最主要两分 独派的报纸 一个是苹果 苹果港独嘛 港独就支持台独 他们就互相呼应 只要中国大陆的东西 我多数我都写互面的 哦他没有正面的 那台湾有些老百姓 你已经没去过中国大陆 你只要花个两万块上下 你自己就 左小山东自己去看 你随便 找一个城市 后 哪里随便看 我真的讲 没有人会干涉你 没有人会管你 不要听那些人胡说八道 像我还有点知名度 我去都没有人会管你 所以你是不是要干嘛 要干嘛 我老实讲 找联会 十几年联会 我一进去他讲说 董先生你 你不能采访哦 我说我干嘛采访 我来玩啊我随便防友啊 你要签切结书 十几年前大概十五年前 你要签切结书 切结你不采访哦 现在谁管你啊 这十年来谁管你 没有人管你 你不要被那些人骗 哇讲的都怎么样都怎么样 你自己大概花个两万多块 你随便到哪个城市 随便去买书 随便去吃东西 去看电影去干嘛 干嘛没有人管你 他比你进步太多了 下门比上海还进步 很多人啊哈 下门是三级城市 我就告诉你 比上海还进步 不然你自己去看看啊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回到小董真心话 刚讲口误讲太快 下门比台北还进步 不是比上海 上海已经 中国所有城市里面最进步的 我们只要每次去上海 都完全不一样啊 他一直在变 变得很快 早期去真的很落后 那我早期去 我第一次参加双城论坛 你不要被柯文哲骗了 双城论坛 第一年办 第一届的双城论坛 是民国八十九年 他们现在七年说 第八届 第九届 骗你的 双城论坛每年都办 我也不能讲说他完全骗你 因为他们自己弄错了 我参加双城论坛第二年了 因为我采访证什么都还在 我写的稿子都还在 简报都还在嘛 我就半夜一两点 因为我大概平常也晚睡 我想奇怪怎么有在施工的声音 然后我就从窗户看 发现晚上都在施工你知道 我想好奇怪 我就跑下去看 我一堆工人 他们要做工作很快 他分三班只 每个人八小 每一个班只八小时 所以你为什么工 他为什么施工速度有办法那么快 因为他是要做成 他就马上给他做成 共产国家有效力 可是他有决心 台湾没有用 那我那时候就 每次看都不一样 我刚脱口讲 夏丰比上海进步 不是是比台北进步 我们这边只要有什么东西 中共就怎么样怎么样 每天恐共恐得要死 下得半死 有什么好怕的 但是你今天看到 台湾社会这样 就好像我刚刚讲自由时报 就说 就是他说 Tooter ABC 告 台湾 英语教学的一些机构 譬如说空中教室 空中教室出了一个教材 上面写Tooter 什么什么 那Tooter ABC 认为 你跟我有版权 他就去告一审Tooter ABC 我觉得不合理 Tooter ABC 昨天赶快跳出来说我没有中资 我是个国际机构 那自由时报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国际 难免 什么叫中资 里面可能 可能 两万个股东里面有个股东 他是中国大陆人 那你是不是中资 自由时报最会来这一套了 各位朋友 你是不是有中资 只有三千万分之一 有啊 还是有啊 各位你知道 自由时报的逻辑就这样 他每天用中资来恐吓人 他们自己家族 在上海 在上海 投资做房地产 我有时候看这些东西 我看了就很玩感 因为我们家族 我的堂兄弟姐妹 没有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但是 我为什么 讲这个 因为你自己去判断 我也不会鼓励你去大陆做生意 你要去是 是你自己评估要去的 我说你自己要去玩 你自己去看看 你花点小钱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像民进党 像自由时报 苹果日报讲的那样 对不对 啊你每天信这些媒体 那你是自己笨嘛 人家 你要花钱 他还帮你洗脑 你听我节目 我绝对不会帮你洗脑 我说 我讲我的观点 你可以不认同我 小总节目不用钱 我节目最自豪不用钱 你订有线电视 里面一堆 绿色电视台 他收你钱还洗你脑 但是喔 你看 自由时报 讲这个没有道理 他今天又讲 啊腾信五月要来 因为 我们要嫌疾了 所以他要来 他影射 哎呀 中国大陆 的这些 对不对 大的媒体又要影响你了 你知道美国喔 昨天有一个宣判 有一个调查 这调查还没判 美国喔 我们知道我们用很多美国的 比如说Google 微软 我们用很多东西啊 都是跟美国有关的 都是跟美国有关的 我们所有用的 除了LINE LINE是韩国的 其他几乎都是美国的 那他们怎么样呢 像脸书 Facebook 昨天被调查 他跟一百五十家 大的公司合作 这些公司 可以取得脸书 所有客户 的资讯 包括你我啊 啊 现在 检察官要开始调查 就 你有沒有取得客户的同意 没有嘛 那你怎么可以卖他的资讯 美国人专门搞这一套 那这个如果被 这个一定会有罪啦 只是到时候你要求偿多少 被判多少 这个钱是交给美国政府 我们被出卖 各支的人一毛钱都没有 我告诉你 那为什么不攻击他 因为我 我们只恐中啊 我们只反中啊 美国也在干这种事情 而且现在就在干 不敢讲 所以哦 我真的跟我们很多朋友讲 你真的看 全世界都在变啊 空中英语教室昨天被告 他的创办人 是我的老朋友啊 Dollis 彭蒙慧教授 93岁 我也是跟他讲说 哇 彭老师你都这么辛苦 美国的老太太 阿婆啊 93岁的阿婆 你知道 我说你平常做什么输鸭 他说我都去潜水 阿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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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在输鸭 他叫Dollis 英文名字叫Dollis 謙肘 他说啊 因为他早年喔 � gren 不料 摺 噓 朱鸭 咯 長得又漂亮 追求的人非常多 美國小姐 你知道嗎 後來淪陷了 他覺得那邊是共產 我不要 他就來台灣 民國四十年就來華蓮 華蓮開始 華蓮那時候更落後 他就傳教 然後傳英文 到了民國五十一年 創空中英語教室 你說在台灣 我們這年紀人 不管你英文好不好 你多多少少受他的影響 所以我看到 兔特ABC告他 我就說 告他公司 兔特是個名詞嘛 各位朋友就叫家教嘛 我的教材 標榜你就像有一個家教在旁邊 這個告怎麼可以成立 法官判成立 沒關係 這一審 我相信二審他會贏啊 因為這是一個普通的名詞 我不偏騰誰 但是因為 我跟你講兔特ABC就在我們樓下 大家都認識有的幾乎每天坐電梯都會碰到他員工 那彭文會對台灣貢獻也很大 我也不講因為貢獻大就應該怎麼樣 我是舊事論事 那你起了 起了兔特別人就不能用 有這個道理 那我如果機心快一點 我成立一家公司 我把所有 跟我這個行業所有相關的名詞 我通通把他申請專利 你們通通不能用 那你們不就死了嗎 這個就是美國那些企業 尤其那些電子企業 每天設陷阱在告台灣 你沒有看到前天 郭董很生氣 就你們這些人壞透了 每天去告人家親你專利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有些東西已經是共用了 兔特 TUTOR 這五個字有專利 太講不過去了 各位我就是問事 但是我講你在台灣 你千萬要看 我們很多事情 你不要被政治所左右 自己沒有分辨的選擇 然後被那些媒體 那媒體是有企圖的 他所有寫的東西 自由時報所有寫的東西 他要強調中資啊 中資的TUT ABC很壞很壞 其實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他其實是在灌輸這個觀念 那你看了就很生氣 哇 頭滿頭 哇 你看中資好可惡喔 中國人 天天在打壓台灣人 在欺負台灣人 這要幹嘛 這要幹嘛 因為後天要投票了 各位懂嗎 如果曾世維當選 謝龍介當選 洪麗平當選 柯承煌當選 那就中國的勢力就要兵吞我們 就又走了一步了 有沒有看到 這是前期你知道嗎 自由時報是個台獨的報紙 每天 要洗你的腦 你不知道嗎 我們 老實講在台灣 你生存這樣的社會 所以我說你自己要有判斷力 我講的東西 你也未必要完全同意 他自己要有判斷力啊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頭條變成 騰訊五月要來 為什麼 五月 因為我們要嫌棘了 你看 哇 故意要來怎麼樣怎麼樣了 所以 騰訊會 影響你 統戰你 拖著ABC也可能 當然那兩隻熊貓更可惡 對不對 熊貓團團圓圓來的十幾年 不曉得有誰被統戰 我真想認識他一下 現在說高雄要給兩隻叫熊熊熊熊 也要來統戰 好可惡喔 你看 中國大陸無所不在 真是可惡啊 但是 各位朋友 嫌棘嫌到沒有人性 嫌棘嫌到所有東西 都把它一鼓勞拿過來 都是中國大陸 怎麼樣怎麼樣 你會不會覺得 你如果生活在這樣環境 你不會覺得 那 那很無聊很 很殘忍嗎 我們要過這樣的日子嗎 今天 謝謝